一家計時 一家計時 首先就是感謝大家今天來 因為雨蠻大 然後交通有點塞 然後 今天要跟紅旗一起 在這邊 因為這一系列的活動 今天是第一場 所以覺得壓力超大的 但是我會 就是分享我自己的 一些故事 然後我們Fablet最近在 做的事情 然後跟大家分享 那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李柏廷 我大學的時候 我一直都是念 藝術相關的 從國小美術班開始 然後到大學念到美術系 然後研究所的時候 念科技藝術研究所 所以那時候開始 慢慢有接觸 或者是 互動的部分 其實要說到跟 就是Fablet的淵源 是有一次 很幸運的機會 然後去荷蘭做駐存 然後在那邊工作了一段時間 荷蘭的V2是一個 我覺得很酷的地方 他是歐洲四大媒體中心之一 那我在那邊看到了 就是Fablet這樣的東西 在荷蘭的發展 那其實 第一天到達荷蘭 就是路德蘭那個中心 那同時有其他不同的創作者 從多爾奇 從德國 然後從巴西 他們就 我們同時到了那個地方 那大家都會一看 就會問說 請問最近的Fablet在哪裡 然後那時候我覺得很奇怪 就是這是一個我也沒有看過的單子 那Fablet 是Fabrication Lab的 所寫就是製造的實驗室 那時候他們就帶我去 看什麼是Fablet 那從路特丹開始 那整個荷蘭其實 它的土地面積大概是台灣 比台灣大部分之一而已 可是它有二十幾個Fablet 那我看到就是 在工作那一段時間 就是我在荷蘭到處去 看不同的Fablet 然後也去了柏林 然後也去了巴黎 就是那一整區 我覺得這樣子的組織 對於當地的文化教育 還有經濟性 都有一定的影響力 那這個Lab它其實主要 源自於麻山理工 就是位元於原子的那個實驗室 那這是一個對全世界推廣的一個計畫 主要在推廣數位製造 那什麼是數位製造 就是將數位的檔案 然後透過數位製造的機具 然後把它變成實體 那有點抽象 等一下我們繼續慢慢解釋 但在講下去之前我想要先 就是因為今天主題是製造者生態圈 我想要先分享一下我對Maker這個字的定義 因為其實在念藝術相關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很著重在作品的內容 然後或者是整個作品整體的 跟環境之間的關係 但其實我覺得Maker它其實不是一個非常 它也不是非常嚴肅的 那主要是在生活中 你有什麼想法 那你有沒有想要改善什麼 或者是從生活中出發 然後去思考 然後去執行出來那個東西 有執行能力的思考這樣 對 OK 那接下來開始介紹一下我們的空間 其實其實我們是在智山站2號出口 台北處衛隊中心的2樓 那其實那時候從荷蘭回來就是很 就是一直在想說我必須要找一個地方 讓台灣有這樣子的空間 然後花了一段時間 那很高興DAC的黃執行 王文浩執行長他就是非常認同這樣子的想法 那我們就開始慢慢的一步一步執行這樣子 那中間也有很多的貴人幫忙 然後很多朋友 就是就覺得很感激這樣 那在這個LAB裡面主要 剛剛提到的數位製造的機器 我們這邊主要提供四種 那這個也是在全世界的LAB 就是基本款 雷切機 利引錶機 ZNC 電腦洗床跟電腦擱置機這樣子 那如果大家對他們不是很熟悉的話 我們後面還可以繼續介紹 因為今天想要比較主要在講project的部分 那LAB主要除了機器之外 其實機器它只是一個介面 就是將你思考執行出來的一個輔助工具 那其實整個LAB它的重點在社群 就是我們提供這樣的空間 然後這些機器跟希望人可以來 然後互相交流 那分享想法 然後你會遇到不同的背景的人 然後你可以交流想法 那待會我會分享在這邊 就是促成的一些專案 是有很多跨領域的不同的領域的人 然後讓他們一起製作出來的 那我們在後面也是幫大家整理 就是讓整個project更有脈絡更有方向這樣子 對 那還有再來是就是全球性的資源共享 就剛剛提到open source這些這些概念 OK 那我們常常會辦工作坊 這個是一個雷切皮革的工作坊 那這次的獎師 我覺得蠻特別的是裡面其中一個人就是 每次我 當我介紹在 介紹不同的機器的時候 比如說雷切機 那不同的背景的人 對同樣的機器 會有不同的想法 因為大家會有不同方向的想像 就是跟自己結合這樣子 那 每次我介紹雷切機的時候 我就拿一些Sample 那裡面有一個 我覺得很有天分的一個朋友 那他就在那邊開發他自己的皮夾 然後 我就說那可不可以 因為數位制造就是作為答案 所以他就分享這個答案給我們 然後我們就做一個Sample放在那邊 那 每次有人來然後我介紹 他們就說 我也想要做這樣的皮夾 然後我們就邀請他說 來開工作坊 結果都就是每一場都爆滿 所以之後還有機會 這樣 就是如果大家要有興趣的話 可以幫你 那這是工作坊 當天的內容 主要就是用Illustrator這種像樣的檔案 透過雷切機 然後最後 因為他其實可以省去很多打動的過程 那就直接穿線 切完就直接穿線這樣 然後 這算是還非常熱門的一個活動 那我們每一年也會辦 就是 就是 國際的工作坊 在今年應該就是在 8月的時候 那請大家再密切注意我們的 Facebook這樣 那 這個就是 當時 就是去年9月的時候 那 這是我們跟DUIT還有DSE合辦的 那 我們邀請了 來自荷蘭 跟來自挪威的講師 教大家Open Design 就是 怎麼樣將你的設計的東西 Open出去 然後 開放原始碼 然後讓全世界的人一起設計 同樣同行的co-worker可能是你根本不認知在網路的另外一邊的人 那他會促成一種新型態的一種創作 然後 其實裡面他們在講一句我覺得非常正確的話是 這是 這是 現代機具支付講的 他說 專利 這件事情 對發明者 是好的 但對發明這件事情 是不好的 因為 專利讓 你持有了那樣子的發明 但是其實 每一個發明都是建立在一點點的改變 那其實如果你open source的話 可以讓這個時候會進步得更快 所以 這個整個 就是工作坊在交達這樣的事情 那也很開心 那時候 紅旗也有一起參與我們這樣的計畫 還是 那個 小隊長 就非常 會用inscape這樣 開源的 相量檔體這樣 沒錯 OK 那 就是 這是那時候做出來的作品 這樣子 OK 那 接下來 就是 活動講完了 就是我們大概 就是會做一些 project 主要有幾個 這些project其實都 不是我們 源自於我們 而是有人來這邊提案 然後我們跟他們一起 我們就有趣 然後就一起合作 然後目前的發展這樣子 對 那第一個是 季巨蟹的這個project 那 其實主要是一個 設計背景的朋友來 然後他們就是 就看到 台灣是 蠻缺 雞蟹的殼 然後他們就是會有一些 因為生態的破壞 然後 所以就是 無家可歸 然後就會做瓶蓋 這樣子 那我們就在想說 因為他們就是在很好奇 SweetCleanter 這件事情 那是不是可以Clean 殼 然後我們就開始 就有趣 開始執行了這個計畫 這樣子 那就是 這是我們 就是我們 Levelin之前養的一隻 就是 小技巨蟹的 在製作殼的過程中 其實我們有用 演算法 去 蓋一些模型 那 這是在網路上 就是大家幫我們一起 想辦法 因為其實在用 Rhino 就是 延伸式的這些程式的時候 會遇到一些問題 比如說 殼的厚度 那就大家在網路上 開始討論說 應該怎麼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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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其實還在 還沒有完全解決 所以我們後來用 3D Scan 就是用掃描的方式 去做完這個殼 那我們先把一個空殼切開 裡面沒有寄居線 空殼切開 然後 這是掃描出來的檔案 對 上面是殼 然後下面是它掃描出來的檔案 其實可以print出來 其實現在 一般來說 3D Printer 他們主要的材料是 PLA跟ABS 如果將這些塑膠丟在 殼床 其實會造成汙染 所以我們又發現了 另外一個材料 是木頭 這是美國一家公司 推出的產品 它叫Laywood D3 然後 它裡面有40%的木屑 組成 跟PLA 但其實還是會有問題 比如說木頭容易受草 或者是 它還是有一點塑膠 雖然PLA是玉米萃取木 但還是會有些問題 之前 因為FABLAB是一個國際的組織 我們就會有各種交流 我們就跟法國的FABLAB LUTOS 就是在討論這件事情 那法國那個公司 最近有出了一個新的料 是100%用海藻製成的 就是可以print的料 然後我們就會把檔案寄過去 幫我測試說 可不可以試 那就完全天然 那在這個project裡面 除了設計背景的人以外 那還有 慢慢有生態 生物背景的人加入 那其實他們也有提出一些論點 比如說 他們覺得殼是塑膠的也沒有關係 那這是他們的論點 我們還在實驗中 因為它的殼只要是 跟原本的碳酸鈣的殼 是符合功能的就行 比如說 雞蟹不會皮膚過敏 然後上面寄生的那些物種 都可以順利的寄生 所以它就會變成 完全的取代這件事情 當然這一整件的計畫 還有很多可以討論的空間 但是它還是在測試期 陸陸續續也收到很多朋友的邀請 那我們下週就要去墾丁 因為我們談到一個合作 它是一個在墾丁 他們專門在研究寄居蟹 他們專門在回收比較多殼的流域 然後運去比較缺乏 寄居蟹的殼流域的一個組織 那我們就做了一些試驗 然後他們就順利的向這些殼 就是給他們提供他們住 其實裡面有一個還蠻有趣的 一個小故事是 這些寄居蟹會帶著那些皮蓋 來到一個集散地這樣子 然後這邊會有殼 他們會把那些垃圾留在原地 然後把殼帶走 它變成一個也是在打掃環境的感覺這樣 然後就是有蠻多有趣的事情發生 那裡面也有 比如說生物背景人他們會用 菲洛蒙去做一個 等於是集合他們的地方 固定的時間這樣 我覺得這樣就是有 跨領域然後越來越多人加入 那關心這件事情 接下來它會怎麼樣發展 就是我們慢慢的在思考 然後改變實驗的方向這樣 對 那就是這個是下下的時候 還會有繼續進展的一個project 那接下來另外一個project 是關於狗的輪椅的一個project 這個計畫的發起人 這個計畫的發起人 就是他也是 他是一個也是學雕塑背景的 其實我大學主修是 就是漢界 那時候我們就要討論說 因為有一個業主去問那個雕塑背景的朋友 說可不可以幫他做一個這樣子的 因為那個業主的 市主的勾勾 他後製也是癱瘓 那我們就想說這個project 如果做成數位製造 那可能會更有趣 更有國際性 可以救更多的勾勾 那我們就開始在執行 想辦法做這件事情 那其實我們 在想到這個案子的時候 一開始就是先去AT Animal Taiwan 他是在市里的一個中途指甲 那問他有沒有 就是符合我們需求的 有後製癱瘓的狗狗 那他們的確也有在收藏他們 那我們就開始 有一些合作跟一些交流 那其實這樣的輪椅在台灣 是有組織在做的 那他製作期要一個月以上 然後其他價格原貴可能是9000多塊這樣 這是Animal Taiwan的人 就是告訴我們的經驗 那其實在狗狗受傷的時候 他其實會有心理跟生理的一些變化 他可能會暴肥暴瘦 然後他可能就是因為久了 所以身體變形 然後萎縮之類的 那個車禍越來越不適合他 那我們在想是不是有更快的方式 然後去改善這件事情 那我們就想說用延伸式的這些設計 是可以key上你狗狗的身長 然後腳長啊什麼腰尾啊 就可以算出那個雷切的圖 然後去雷切這樣 所以就後來就開始選一些材料 那在材料的選擇 其實我們在考慮的是 如果將這個計畫推到國際上 去可以救更多的狗狗的時候 他怎麼樣執行會方便 那其實台灣買泡米或塑膠是非常容易的 我們只要去太陽路就很簡單買 可是其實我之前在其他國家的經驗是 沒有那麼容易買到這些工業級的材料 所以我們將材料focus在大賣場 B&Q或是夾樂服 所以我們就選用巧屏做 跟他身體會有接觸的那個軟的材料 最後只成這樣子的東西 就是可以給狗狗使用 然後最後測試是好像是ok的 讓他更開心的 他跟我們出去就是跑步 然後還蠻酷 那這個project進行到現在 就是我們現在還在做一些參數優化的部分 但是他可以從剛剛提到的 從9000塊 然後製作期一個月以上 變成你只要在家download 然後KID狗狗的一些身體參數 然後他就可以變成這樣子的東西 告訴你說你要買多少的料 所以下載 然後去買料 然後去最近的failback 然後去切 這樣大概是三天左右 對 就是我們試圖再用科技去解決這些社會或環境的問題 對 那這些其實project都是 其實我們open day 現在是每週四六日的下午 那都會有不同領域的人 就是來這邊 打賽也好 或者是做他覺得有趣的事情 然後聊天就會覺得 你是不是可以跟另外的誰誰誰一起合作 他可能有一些相關的經驗 那在做狗狗的project 其實還有獸醫 就是一個獸醫朋友 他就加入說 他可以提供一些臨床上 因為他是外科的 臨床上的建議 跟這個狗人育之後的趨勢 因為其實他有分析說 之前好像黃金跟拉布拉多 就是他們後製癱瘱的機率非常高 因為他們要進行交配之類的 但因為大家發現這件事情 所以這樣的機率會越來越少 那之後會比較不常發生在小型狗之類 所以我們會有一些討論 跟將這個project就是看能不能放大這樣子 對 那其實在去AT這個收容中心的時候 因為他是私人 他不是公立 所以他其實有蠻多經營上的問題 跟環境問題 然後他們就把我們當成小叮噹 就是我需要一個什麼什麼 然後可不可以做 就是我們在聊天聊了兩小時 那他列出了七個 就是我們要變出來的東西 那我們就想說 好我們試試看 慢慢一個一個來 就是可不可以做出滿足他們的需求 有些很快 然後有些可能要更多領域的人一起配合 那接下來就是 我們在做定時餵食器 那其實市面上有很多的定時餵食器 那為什麼我們要做 就是為了收容中心做這件事情 因為他們說每天要餵這些狗狗 他們要花兩個小時 然後其實這是一個蠻重的工作 如果能夠定時的話 而且是做符合 就是養很多 同時養很多狗狗的這樣的衛食器 那我們就想到的是串點 就是控制器只有一個 然後可是就是可以借很多個衛食器 所以他只要在室內裡面就是按好 然後就可以大家一起跑這樣 然後可以分開的控制就是量 對就是為了那邊設計 然後我們之後會在集資網站做集資的動作 然後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參與這樣 那我們會open source這些所有的電路 跟3D電影的圖 對就是在做一個 一樣是用科技去改善環境 然後或者是社會的這些事情 那接下來還有一個專案是 Aquaponis 就是水產養殖的這樣子的專案 那這是有一位林先生他所提出的 那什麼是水產養殖 魚菜共生呢 它的主要的概念是 就是魚會 它吃了食物之後它會排泄 那這些ammonia可以抽給植物 它會因為細菌 所以從亞硝酸分解成硝酸 然後它就會變成有助於植物生長的一些元素 然後又可以同時淨化這些水 然後回去給雲這樣子 那它其實有很多 因為這樣基本的原理 然後延伸出很多不同的養殖方法 有水耕啊 Media Base 之類的 那那位林先生就是 人就人很好 然後他研究了很多很多東西 那我們就是想說 那我們可以幫助你什麼 比如說CNC或者是雷切這些東西 可以幫助他做這樣子 但是其實在Lab裡面 有蠻多是用Arduino這樣子的開源的晶片 那我們會做一個Sensor 就是去感測這個水的硬度啊 或者是酸度啊 然後Arduino的濃度之類的 那讓它可以到達比較容易監控跟調整 然後開放這樣子的東西 讓大家可以更容易的 在自己的家裡做點事情 那這個魚菜工程系統 對環境有什麼好處呢 其實有三個好處 第一個好處是 我們現在吃的菜 其實是從衛星城市 種植之後運過來的 那在運作的過程中 會有一些廢棄的排放 然後再來是 會有保持新鮮的問題 那第二個是 如果可以在建築物的屋頂 種植或是用這樣的系統的話 其實等於建築物是有植被 可以減少城市的熱導效應 跟建築物的降溫這樣 那第三個是 如果它可以更發展成一個 類似商業模式的話 那也許是可以請遊民來做一些 很簡單的整理工作 因為它還蠻多是用電腦控制 有參數然後有電機的東西 但是還是需要人去做一些處理 那如果讓遊民來參與的話 賣菜的情況還是可以 有一些回饋給他們 這是我們對這個計畫的一些期望 那也是今年會進行 又會有小小的發表 對 然後接下來就是 我們最近在忙什麼呢 就是過完年之後 我們再整理我們的Lab 因為發現Lab有太多空間是 無法被妥善利用的 那所以我們就是在做 整理Lab的工作 那也不是純粹整理而已 就是我們用一些 Open Source的家具 然後去做Lab的裝潢吧 就是針對Lab的一些空間 然後去改善它這樣 那什麼是Open Desk 就是它是一個計畫 那就是它Open這些CFC的圖 然後就可以做出 右邊這樣的家具 那我們因為它Open Source 我們下載它的檔案之後 我們又改了針對我們Lab 就是可以使用的一些桌子的形狀 所以我們做了這個腹肌的形狀 然後左下角這個正方形 就是這些桌子拼起來的時候 它還是可以變成一個大的 就是正方形的桌子 那在經過CNC 就是切削的時候 這是今天早上的樣子 然後等一下我還要再繼續做 因為星期四就是 是明天嘛 對明天就要Open 所以很緊張 對 那我大概講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疑問 就是就可以等一下在換桌的時候提出來 那這就是我們的Facebook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進來交流 然後跟我們會有很多新的project 或者是關注的議題 或者是我們要辦的工作法或活動 我們參與的其他的對外的活動或宣傳 都會在Facebook上面就是公佈這樣子 好 那就先這樣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